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阔委会宣布要用两亿元的日算 将发放四十万份 面额五百块钱的客庄券 配合行政院推出的振兴券 采用数位发放 消息传到了客家庄 有乡亲表示乐观其成 但是有人说金额太少了 没有吸引力 再加上有数位落差 老人家根本不会申请 国家上各式各样的客家庄 伴手里琳琅满目 但是店内的顾客却寥寥可数 这是疫情爆发以来的常态 最近几个周休假日 虽然开始由游客回流 业绩稍有成长 但也是杯水车薪 如今客委会搭配五倍券 要再次推出客庄券 业者原本很开心 但是一听说是采用数位的方式 这下子又发愁了 做业上也很麻烦 你还要上网 像我们不会上网就满蛋 对我们农市服务业的 我们农会的门市 其实方数很大 公管下农会指出 去年透过农油券和客庄券 门市的业绩 整体算下来提高了一两成 所以今年已经做好准备 不过一般餐厅业者和民众认为 也不过就五百块钱 但是申请方式设了太多门槛 吸引力其实不大 五百块好像有点少 比较没有动作 民众指出 去年客庄券是八百块钱 比起来今年的疫情冲击 对客家地区业者造成的伤害更大 金额至少要增加到一千元比较合理 而且也不要绑定数位方式 这样才能够让年长的族群同步社会 解张新杰 杳力报道